请问陶会在吗 不在 对我来讲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电视 我从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地方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对那个事情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成长的经验 让我觉得把视频作为媒介 是一件对我来说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小时候看过一部很有记忆一点的电影 叫《水上飘》 就是一个武侠片 那个是对我影响很深刻 就是导致我做了很多年的武侠梦 我也有去练过舞 然后最后实在是没有天赋 然后被那个师傅劝戒不要再念 其实在我作品中 然后可能观众看到的表演 都是很表浅的一些表演 就是戏剧化的表演 但实际上在我的作品 就可能对我自己来讲 我最想讨论的是那种 在人们在那种日常中的表演 就是一种可能潜意识的表演 因为我的录像作品 大部分都是一些碎片 或者是一些素材 我觉得装置可能像一个结构 把我所有的素材 然后拼接到一起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现在就是想拍一个 面对公众的电影 然后可能之前做的东西 都是跟录像有关 就是在美术馆或者画廊放映 但我现在就是想拍一个 面对大众的爱情电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